Hello 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要干一个特别重大的事情 就是拼乐高 先拆一下箱 其实里面就是这个东西 乐高的一个圣诞礼盒 前两天给我寄过来的 我也准备正好想录Vlog 然后给他拍一下 其实这还有一个乐高和宜家的 联名的苏大盒 所以我不准备拆它了 我先拆一下它 对对它其实还有一个圣诞老人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圣诞老人 我会挂在了灯上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拆开这个乐高了 这是个抽屉 拆不完 哦它是这样的哦就是 因为这个它不属于就是正规带图纸这种 然后它这个是想怎么拼就怎么拼 随意拼的那种 那你给我妹妹拼的话才会更开心 红花吗 红花吗 银鱼 银鱼 姜饼鱼 这个很难做 让我们来开始吧 哈喽我现在已经拼好了这个 它现在应该叫 蓝波尔基尼版的圣诞树了 因为我在拼的过程中 然后收到一个快递 然后快递里就是乐高 给我寄的一个蓝波尔基尼 收到了之后才发现 哦原来里面装的是 这个蓝波尔基尼元素的圣诞树 这些都是上面的零件 其实拼的时候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了 然后那个快递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 你看上面就是马达上的东西 如果拼的话 拼过的话 人应该知道就是 乐高的车里面的马达 就是都是这样的东西 拼在仪器 然后八个八杆或六杆什么的 然后上面是那个转轴上的 然后这些齿轮 然后旁边这些树叶 就是那个 这配色就是蓝波尔基尼那个配色 然后就是上面那些尾翼啊 挡板什么的 都是一用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样拼起来的一个圣诞树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用盲盒里面送的礼物 就是还送了一些这种灯 然后还有圣诞老人 对 那个圣诞老人 到时候我们给他摆起来 一起拍个照片 所以说我们先试着把这些灯 拆上去看看什么效果 好了 现在已经缠好了这个 现在看来 它是一个感觉像被缠绕的很丑陋的一个东西 但是 见证奇迹的时刻要来了 哦 哦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圣诞树了 我 对 它就这样的一个圣诞树完成了 给它装饰好了 嗯 视频里看也更好看 我把那个猩猩 上面的最 最上面的猩猩 加了一个 灯节 我把最后那个灯盒藏在了底座里 动手能力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一个Vlog见 但我不确定下一个Vlog是什么时候 也提前祝大家12月会顺顺利利 开开心心平平安 然后 事业顺利 学业顺利 结束 拜拜